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落花物被尘 飘摇吹红尘 将记忆 情节封存 寻不回安稳 风雨已微浪 心事悄映人 门冬间 一夜认真 落天定的缘分 忠一身伤痕 忽天下苍生 为山川日月 曾见证 满墙的热忱 刻骨的爱恨 随雪纷纷 荣誉心困 昌龙三十年冬季 惊夺与金破一场大战 护国将军花应廷 与夫人长安侯魏宁月 赛花家军 活捉金破大将阿王 与大胜金破 这本该是一种取国欢庆的好事 可世事多变 人心难测 朝中的文官 既到花家势大 借功高盖主的由头 频频上奏 扰得陛下 烦不胜烦 为平流言定人心 昌龙帝终一指圣旨 用花家幼女花琉璃为县主 作她先行进京 感受欲经繁华 体验京城繁华 小小至子罢了 过了这么多年 你究竟是敌是勇 花县主 我等在此恭候多时 请花县主下车 请花县主下车 我等你 我等你 小姐 小姐 不好了不好了 我家小姐被风吹晕了 小姐 百年盛世啊 花家打得大胜仗啦 三头六臂啊 你当是 皮沙门天王的三太子 我们护国将军的女儿 就长这样 差不了 你再看看这个 行 我买一个 看一看啊 买完就没了啊 都来着 花线主花枪 炒料供应 卖一张小一刀 看看这些百姓 大晟金破 不去感谢陛下 反倒感念花家 花家这回 看上大事了 还买什么画像啊 我们要做的 就是要替陛下担忧啊 田大人 有什么好的想法呀 只要这花家小姐一进京 便是最好的机会 我们定要好好参参一杯 她要是兴高采烈呢 她便是鞠躬自傲 无法无天 她要是闷声不响呢 那她就是心怀不满 埋怨陛下 她要是表现得无懈可击呢 那更严重了 除了陛下所生公主 谁能无懈可击 这花家居然把她当作公主来培养 这是何等的狼子野心呢 我亲爱的二位大人啊 事情必然没有这般简单 多说无意 难道不是应该事先先做好准备 才最为重要吗 又到了 小姐 我们快到易经了 小姐 我们花家正处在风口浪尖 你可千万要记得老爷夫人的交代啊 小心行事 低调厚人 知道了 该我出场 主公 此刻已顺利进入御经厂 太子殿下 公子那儿发来的急报 您 是 花县主进京途中被人制造了一些麻烦 经查探 贼人与金破国相干 今日开城 祸于世中再行刺杀 金破刺客果然来了 不枉裴绍卿功后多时 孤召回玉京的人还轮不到别人动手 孤召回玉京的人 小八 在 退忙 是 陛下让太子负责接待 为何太子迟迟不到啊 没事啊 二位大人 我等是第一次和太子殿下打交道吗 他怎么可能来呢 不过要在陛下面前装装样子罢了 有这些官员在 那画家小女横死当场 画家与昌龙帝必定心生嫌隙 我们金破未来的命运 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大高 声音少一点 一二三 小五怎么还没来啊 画家大胜还朝 我等奉陛下之命前来迎接 好 阿仙主 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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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县主 一路自清寒州而来 万分辛苦 陛下隆恩 也为花县主 备好府邸休息 我等在此恭候多时 这就带花县主过去 五日后 我带花县主面圣 请 花县主下车 请 花县主下车 花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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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贫花县主 花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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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花县主 我是花家的侍女 渊伟 这 花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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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伟 哎 小姐 是已经到玉京了吗 啊 到了 大臣们都在等着你换车呢 扶我下来吧 哎 好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花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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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不好了不好了 我家小姐 飞风吹晕了 飞风吹晕了 怎么回事 这花茶的女儿 是这样的柔弱吗 怎么回事 正是 妈 那我们猜什么 我猜她 身体不好 你见风就到 怎么了 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对啊 这个小王 许师爷能不能说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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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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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五来也 挖 这是什么呀 草民见太子殿下太过兴奋 为殿下的婴子倾倒 我无法控制自己唆涩 走 太子殿下 你听我解释 太子殿下 果然还是如此的凶残 千万别惹到他了 这 这就是冲撞太子殿下的后果 拿下去 小姐 怕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 他往这边走了 见 见过太子殿下 我家小姐 她 被风吹晕了 久了 太子殿下 这个不能进啊 不能进啊太子殿下 你啊 你啊 卿主 我们终于见面了 被风吹晕了 气息平稳 别是装的吧 华县主 感动本小姐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华县主 好 难道 怎么 哎呀小姐呀 你也太惨了吧 这在刚到玉京 就遭遇如此厚不 就因为这华家的女儿 就这一把对待吧 小姐呀 你们不知道 我们小姐在娘胎的时候 就被凑上了战场 跟我来这一套 不怕不犯徽 这花家是大功臣啊 不可以真要对待功臣之女啊 这一定是落下病根了 是 就算是太子 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 我也求求太子 让花县主回家休息吧 求求太子 求求太子 让花县主回家休息吧 好你个花琉璃 这花家小姐 如果在这儿真出了问题的话 还真是不好交代呀 是啊 太子殿下 这病由来已久 得住得闲适一点 方可痊愈 对对对 陛下不是准备好住处了吗 只要我回家 回家就可以 既然花县主水土不服 那就尽快回去休息吧 不过姑认为 备下的花家宅子 太过吵闹 小七小八 在 送花县主前往玉京西郊的宅舍 最易敬仰 是 西郊 这又是来哪一处 这 这怎么忽然就换了地方了 花县主 请好生歇息 姑爷会派人日夜守护 你可千万别再出门惊了风 不日面圣 陛下和姑都很期待再见到你 送人 是 谢谢太子殿下 快 st 葩 Torres 老师 快选完 因为 你怎么不打开 快 Android 快选完 Croc! 万人保 card soul! 万人保 card soul! 万人保 card soul! 我怎么找邮啊 怎么你不进花服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刚才可吓坏我了 太子殿下直奔您而来 您以前可对他做过什么啊 羞辱泽吗 应该是没有了 使乱装气啊 应该也没有 那 就小时候刚学会写字嘛 喜欢直书兄弟 就给爹娘相熟的王公大臣 都写了戏 小姐 你以前小时候可不是这样装的 遇上花柔的呀 装什么装 我本来就是要即将成为 千古留名的病美人 这花琉璃小时候 曾与姑有过书信往来数年 对她也算略知一二 今日一见 简直与信中所写判若两人 若是这样 岂不枉费我一番苦心 今日我爹送了我一匹小马鞠 还送了我弓箭 我在山坡上整整跑了十圈 听说你连个离奴都没有 你好可怜啊 然后我拿这个弓箭 得第一名 我给你寄了一瓶特制的毒药 无色无味 我取名叫一泻千里 只要中毒了就会 听说那些臭东西 又说我花家坏话 等我将来回到玉京 第一装饰 就是要赶得那些纸致告状的文官 满地找牙 我如何能相信她 对了 太子殿下长得怎么样啊 我刚刚太害怕了 我都没敢睁开眼睛看她 小姐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关心这个 你懂什么 这太子殿下 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那我肯定得想想办法 怎么对付她了 各位各位 走过路过的 今日云寒公子心虚眼中 这宫里的郡主县主 都来我们这儿玩 大家伙快进来看一看吧 欢迎丽临精灵院 花县主 行李都放在这儿了 你们四个 留守在这儿 是 其他人跟我走 等一下 你们就这么走了 县主刚刚来到郡京 还请好好住着 修身养心 有何事啊 换我们就是 走 原来 我还是觉得好晕 小姐 你不要吓我啊 走 赶紧进去 慢些 扶着我 好 慢点慢点 好 小姐 他们看不到了 我知道 走 好 我们接里面看看 好 这 这 小姐 你看那个草 都快比我高了呢 这说明这儿的土地肥沃 等到春天 正好都不用种草了 就算是人质 也不至于这种待遇 行啦 别抱怨了 我们去那边看看 小姐 我们来这个地方做什么呀 好 你看 小姐 那个水里不会有冤魂吧 冤魂倒是没有 倒是有一只鸳尾啊 小姐 你看这个是水井 可以随用随取 这不比在清寒州幸福多了 小姐 这是人住的地方吗 行啦 这总比营帐强嘛 小姐 那是不是写了个死字啊 你到底在玉京得罪了多少人呀 这家我们真的是死路一条了 这是花 福 爹爹说 花家在西郊有一处老宅 应该就是这儿了 外面那块牌匾 是太祖父亲手写的 这可惜太祖父战死在战场上 你们有机会回来看看 我们花家是带投军 不惜举家去边关外 宅子竟然落魄成这样 小姐 为何我们好不容易打了胜仗 他们还是要提防我们 这太过分了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打赢一场胜仗有多难 如今太子殿下也来横插一脚 我们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太子殿下比文官们很多了 小姐 你这般聪明 难道不知道太子殿下在想什么吗 还真不知道 不过偏居易渝 对我们来说也是件好事 这光秃秃的地方 没有什么好事 文官们都说画家功高盖主 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呢 今天你也看到了 我们就索性接太子殿下之事 被发配到这里来 总比在闹市里头 众目睽睽之下 什么都做不了的要好吧 可太子殿下不好对付 看来得想办法 来摸清一下他的嫡系 怎么摸啊 跟我来 原委 咱们今日来的时候 是不是路过金陵院了 嗯 那你还记得路吗 记得呀 你刚刚还当众病倒呢 现在太子的人还在外面 你竟想着寻欢作乐 怎么会呢 你怎么想我呢 我可是打听过了 玉京中的贵女都会去那儿 那你想啊 要打听消息 那肯定是要偷听到 一些私密的信息吗 我才不信你 你 你居然不信我 你连如此身交体弱 有人美心上的县主 你都不信 行吗 我真的太难过了 妈 妈 太难过了 不如戏也太快了吧 小姐 我打探过了 手喂森严 我出去买菜倒是可以 但是你的话 找到了 我有办法啦 小姐 这是哪儿来的呀 红艳传书 但是我也不记得 是谁寄给我的了 你看啊 这个上面 全都是玉京最流行的 穿搭和发型 快 照这个给我打扮一下 去找几个簪子过来 最后一步来 来 小姐你别乱动呀 太疼了 美丽总需要付出点代价的嘛 忍着一点嘛 来 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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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得感谢爹 得开了他当年 和娘出去约会这祖传的沟通 画本上说得对 小姐私奔 必赞沟通 快走吧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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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太了 有寻仪 鱼 走 小蝦 欢迎欢迎欢迎 嘉敏郡主 姚小姐 你们来了 上次的座位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快随小的进来吧 里面请 请 嘉敏郡主 姚小姐 雅座已替您备好 里边请 二位请慢用 有任何事情 可随时吩咐我 欧昌国特使 于五日前 岐阳王金珠王 马金珠王 马金珠王 刑部大臣 方文修之子 于本月初三 在京陵院私会之下 都在京府邸举办师会 参会者十出人 国师与滇竹签订边界护士 进入柏尔皇等会员厅 尼克金珠已经数据 去韩中大选 华家军延缓班师回超时 尤世老 北京南郊后主天长 是 两位 殿下 五日后花琉璃上朝 许好好商议对策 这些老家伙 也就这点能难 殿下 今儿这茶香啊 让我赶上了 那名刺客押下去了 押了 还是你高明 算准了今天花县主会来 门口便有一场大乱 那几个刺客还挺有本事的 险些就伤了花县主 不过幸好有我在 一朝之敌 今日也算是英雄救美了 你说错了 是孤幸好有你 对了 你给我看看 这手帕上是不是写 只是看看 这个啊 应该是从西域传过来的一种果酱 看着还挺像回事的 殿下 你应该早就看出来了吧 聪明 谢谢殿下夸奖 殿下 我记得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 花县主这个人心狠手辣 形势乖章 还有武艺高强 对了 你还跟我说过 说她是一个能干大事的女子 代替其他花家人来语京 准没错 那不是疑点更多 若花家当真如信报所说 他们有叛逆之心 那今日的花琉璃 举止便十分可疑了 有茶 有茶 约维 你觉不觉得 我们有点丢人啊 哎呀 好歹是驴坨着 省了人力嘛 到了 小姐 我们真的要去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更何况 你不是也想去见识见识吗 小姐 颜文里面请 我 crunch 我开始就成了 你怎么会被你 sulphep 姐 小 小什么 小花 我紧张 怕什么怕 有我呢 走 我们坐那边 怎么了 我爹昨日骂我来着 他说我日日都来经医院消遣 给我选那些家序 我都瞧不上 确实瞧不上吗 顽固子弟 脑袋空空 你别跟你爹说不就完了吗 我都偷偷来 也对 咪咪 你说咱们玉京城内这些男子 谁最初衷啊 自然是云海 也就太子殿下能跟他比 太子就算了吧 太难相处了 我爹都怕死他了 自己整日懒散不理朝政也就罢了 还给别人定了条规矩 不许施谓素餐 必须日日经验 我爹每天编的奏章内容头都大了 而且我跟你说 怎么了 今日太子将那花家来的用 直接扔到西郊的荒宅子里去了 真的 我跟你说 我听我爹说 这次花家就是陛下收益 太子才看如此嚣张 是吗 嗯 花家功高盖主 又在边关不肯回来 那陛下肯定忌惮啊 这次花家呀 要倒大梅路 你说什么呢你 跟谁拍桌子呢 我 我什么我 你 你什么你 原来是行为粗鄙的香巴朗 瞧瞧这身大扮 是多年前都没人这么穿了吧 何时精灵院什么人都能放进来了 不仅说我花家 还敢嘲笑我的妆容 简直欺人太甚 哎呀 这位姐姐 你好凶啊 都把我们给吓到了 姐姐 我是你嘉明奶奶 你又是哪来的香巴朗 敢这么跟我说话 这玉京的贵女 都像姐姐这般嚣张的做派吗 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议论花家 嘉敏君主何等做派 这可是玉京城内的女子 都争相效仿之人 所以 我就算说了花家又怎样呢 这花家恐怕 姐姐 我见识短 不知道这样算不算作是 妄议朝政啊 我 哎哎哎哎 可不敢可不敢 诸位贵人 给小店留点面 不然 云寒呢 马上就要登场了 二位贵人 要不 我带你们去个清静的地儿 不要 凭什么是我们话 凭什么不是你们 有劳了 来 这边请 好了 咪咪 我记了啊 坐坐坐 喝杯茶 喝杯茶 小姐 你干嘛拦住我 让我去大战他们三百回合 你别忘了 咱们是来打探消息的 你再和他吵下去 那岂不是要惹人怀疑了 那小姑娘 看起来很有背景 爹娘非富极贵 看来来头不小呢 看来来头不小呢 重点观察 嗯 那小姑娘 看起来很有背景 哎 哎 殿下 你这事 不出去透透气 哎 衣服 殿下 面具 殿下 追 Burton 这怎么样了呀 亲爱的 谁啊 什么事 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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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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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可不是饭花痴的时候 趁机各处走走 找个人打听一下 找一个乐师 最好长得好看一些 再找个小房间和他细细打听一下眼下浴巾的官员情况 怎么感觉越走又不对劲了呢 那 贵客 您是找人 还是找路 这个声音怎么有点熟悉 来这里自然是找人的呀 这位乐师 不知有没有时间和我聊聊呀 倒也不是不行 那贵客 请这边走 太疼了 小姐 你吓死我了 来 你都戳到我头皮了 忍着一点嘛 来 怎么样啊 应该和这上面差不多了吧 好一个毕业修花 沉于落雁的绝世大美人 燕尾 燕尾 你快告诉我 谁是这个世界上最深交体弱 惹人恋爱的并没人呀 当然是 小姐你了 因为你这个人呀 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 太诚实 了解 我们还是要去 优优独播歌词 人 Basic 肚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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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